第323集 书接前文 就在王超师徒谈文恋武之时 在日本由麦克拉文主持代号为打boss的庞大斩首计划 已经悄然展开 日本北海道 此时已是九月 处于盛夏天气 阳光高照 麦克拉文和一鹤园 还有田村上义 便出现在北海道乡下农村的一个 伊山傍水的村子里 一鹤园带着麦克拉文 先与水月流的宗师田村上义见了面 田村上义听说要帮忙刺杀王超 陈寅很久之后居然答应 这个河洛语布在日本的传承者 也显然早就知道了王超的恐怖 因为那时小丸子与王超比武时请教过他 他是何等之境界 不用看便已推测出王超这个人的实力强大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为了日本武术界的未来 他考虑再三之后便答应了刺杀王超的行动 当然刺杀王超这样的大魔王 光他一个人再加上麦克拉文的终结者部队根本是不够看的 毕竟他们要去南洋刺杀 是在对方的地盘绝不会那么容易 就算这12个终结者的士兵全部戴上了枪炮 以王超这样的高手 面对面时都不会给他们一点开枪的机会 脚趾一抓地 蹭的一下就是30米距离的速度 强横到没边的力量和体力 这些人去了也只有送死的份 对此麦克拉文也是深深清楚的 他当然不会狂妄到已区区12个人就敢打boss 所以在拉拢到田村上议之后 他们决定再去与另一人见见面 他们要见面的是一位很老很老 甚至要比水月流的田村上议还要老的忍树大师伊藤南 当三人走到一个幽静的住所旁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身穿着漆黑衣服 没有胡子 眉毛稀松 攻着背 独坐在池塘树荫下的老头 这个老头身旁放了一个绿色的葫芦 葫芦里面散发出淡淡的酒香味道 同时葫芦的旁边还放着一根竹子拐杖 此时老头的眼睛正盯着旁边一朵鲜花上的一只蜜蜂在跳舞 田村上议看到这个老头的时候 竟然先用汉语念了一首诗 随后才用流利的日文 与这位忍树大师伊藤南说话 日无树阴正 读音池上庭 静看风叫回 闲响贺一行 酒法调神器 清秦入灵性 浩然积以兮 几账复和鸣 哈哈哈哈 一堂老友 你的境界是越来越高了 还记得我们当年一起去见孙露堂的事情吗 他也是坐在池塘下 对我们淹了这一首诗语 然后突然出手 我们六个人 我们六个人连影子都没看到 就跌在地上了 天皇陛下亲定的前辈 板田一雄大师 也是被他一手掀翻在地 回国之后 竟活活气死了 听到田村上一的话 这位坐在树下的忍树大师伊藤南 突然开口说了话 可他这一开口 倒是把麦克文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的声音绝对不是一个老头的声音 而是戏如女子带着一种妖异的味道 没错 就是妖异的味道 听了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 就如同是宫里的老太监一般 是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了 但依旧记在我们的心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忘记 当年我们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啊 麦克拉文这一生 也不知道见识过多少人物 看人的眼光是非常之准的 往往看一眼 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能力 性格 地位 是绝对不会出现狗眼看人低的现象 但是现在只听到声音 就让他感到恐慌和发毛的人 还真没遇到过 上帝啊 这个人 这光听声音 就不知道有多么恐怖啊 此时 伊贺南 那妖异的声音 又轻飘飘的传来 是啊 这首诗 的确是中国文化之中 养蓄精神 调整心态的最佳方法 日出的正午 在树音下既然静坐不动 看蜜蜂的动态 心中存享着仙鹤的遗形 用法酒 用法酒调和自己的神器 用清情来渗透自己的灵性 一片浩然 调细了 调细了心机 为自己的手杖做明文 孙露堂不愧是武神 深得其中韵味 我如今 也知做到八九分 可是 生命 却已剩下的不多了 伊藤南 所说的 法酒 是按照 法定的规矩 酿造的一种 养身酒 是可以调和人的神器的 听到伊藤南的话 田村尚义 也不禁回忆着说道 是啊 我们还有性命 不像当年挑战 李淑文的武士同伴 都已身亡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可惜 如今 再也没有 孙李 那样的人 阿元 你们 是来找我杀人的 伊赫元听此 急忙上前一步 恭敬的说道 是的 伊赫前辈 您的眼光很准 当然了 你们心中 都有杀影 我杀了三十年的人 怎么会感觉不到呢 不过现在 我已经六十年 没有杀人了 杀人的手段 已经忘记了 而且现在 但也没有年轻人 愿意学习我杀人的技巧 我自己 也杀不动人 伊藤南 说杀人这两个字的时候 说得很崇敬 就好像是在提一门高深的艺术 伊赫元听此 依旧恭敬的说道 有的 伊藤前辈 像孙李那样的人 现在已经有了 我们来找你 就是请你去杀他的 嗯 伊藤南的眼睛之中 摇曳的血红一闪 随后便又恢复了正常 伊藤兄 的确是这样的 那样的人 已经出现了 我们 已经是 风珠残念的人了 只有这最后一点力量 但若能杀死那样的人 也算是可以荣耀了 就算是死在这样人的手里 也是一样的荣耀啊 田村君 你从来不说没确定的事情 看来 这世界上还真的出现了那样的人 那人 多大年轻 非常年轻 二十多岁 与我们当年相差不多 哦 伊藤南 似乎并不惊讶 他也是知道 年轻的时候 是取得成就的关键 老了之后 气血便不活泼 想达到最高巅峰 便会变得很艰难 既然 既然这样 我们两个恐怕是不够的 阿元是不会去的吧 是的 我要和他堂堂正正的一战 如果他能躲过两位前辈的刺杀 那我拼死也会为前辈报仇的 伊赫元说的没错 如果王朝躲过了这些人的刺杀 那也就意味着这些人是必死无疑 所以伊赫元才会说出报仇的话 是啊 不过 我们两个还是太少了 还得叫上竹山君 武田君 橘木君吧 可惜 直直君已经去世了 他的儿子吉祥丸也去世了 左川君也走了 要不然 再加上他们 我们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哎 现在的年轻人太嫩了 也只有阿元是稍微好一点 要他们去杀王朝那样的神 实在是去送死啊 天村上义 感叹着说道 他口中所说的直之君 正是和气道的开山祖师 直之圣平 另外所说的伊左川君 也是大东流和气柔术的一位高手 在98岁的时候死去了 不过在死去的前一天 他竟在自己的道场之中 将一些强者摔撞在墙壁之上 如果他们不死 一起来杀王朝 那成功几率真会大上很多 听此 伊藤南站起身来 将被挺得笔直 现在的年轻人啊 体力虽好 但林迪的精神状态太差了 像孙和李那样的强者 只要一个眼神 就能使他们崩溃 的确 日本现在武术界中的年轻强者 在这些老大师的眼中 体力虽说很强 但精神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而刺杀并不是比武 不需要体力 需要的 只是突然间的爆发 在这个方面 这些老头子 要比那些年轻的强者 要强上许多许多 至此 日本所有老一辈的拳法高手 忍树大师 是清朝出动 做好了刺杀王朝 这个天下第一高手的准备 当然 这些人也做好了必死之意 因为他们已深深知道 王超是何等的恐怖 他们爆发出最强一击之后 如果王超不死 他们绝对不会生还 就在美国终结者部队将军 麦克拉文 拉拢了许多日本超一流老一辈大师 要进行打boss暗杀王超计划的时候 唐门那强大的情报机构 也似乎是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印尼亚加达明伦唐华语学校的办公室中 谢力正向王超请示一些问题 最近 印尼政府军与美国军方有许多秘密的会谈和接触 我们唐门的一些产业 基地 学校 也都受到了一些印尼土著帮会的暗中盯梢 而且我们似乎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由美国的特种部队潜伏进了南洋 其余的俄罗斯方面 似乎也有一些小的动静 根据这一系列的消息分析 很有可能是这些人针对我们唐门来的 汪超现在虽说名义上是南洋唐门的领袖 但却一直做的是个甩手掌柜的 现在整个南洋唐门的事务都是由谢力 这个大总管来进行掌握的 大的事情都由南洋唐门军事委员会直接决断 谢力在一些小事情方面也不会去麻烦王超进行请示意见 毕竟王超除了武功天下第一之外 对于其他方面倒是跟普通人相差不多 尤其是在管理方面更是不怎么擅长 但是今天谢力竟直接向王超汇报 那就足可以证明这事情有多么重要 听到谢力的汇报之后 王超并不在意 这些事情似乎很正常 咱们唐门在南洋的势力太大 产业也多 所谓数大招风早就已受到印尼政府方面的注意了 再加上我们幕后操纵武道大会的事情 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俄罗斯军方都已密切注意了 派些间谍来也并不稀奇 前些时候拿黑拳界来试探我的实力 间谍也好像多得如同蚂蚁一样吧 但是我总感觉这次有点不对 谢力的脸上依旧赏过一丝焦虑的神采 本来在黑拳界试探之后 各方面的间谍人员都应大幅减少 这才正常 想必他们是以采集到你的实力数据回去进行分析了 我的猜测是咱们在武道大会之前 会真正的有一段安宁的时间 不过现在南洋的形势 却是这样蠢蠢欲动 这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王超在打死黑拳之王之后的这些天 的确是很安逸 每天或是与唐紫辰在一起 或是抽出时间 叫霍灵儿谈温东练拳 并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而白拳仪 叶红 沙亮 这批拳师 现在也开始闭关 显然这是要养精蓄锐 准备在武道大会上一举爆发 但是总管南洋唐门大局的谢力 这群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却发现了这些异样的情况 那就是本来黑拳界被打残之后 南洋的局势应该已经安定下来 但是这些天突然又开始蠢蠢欲动 先是印尼政府方面的官员 与美国一些军方官员暗中频频接触 然后印尼的一些土著黑帮 地下势力也蠢蠢欲动 对唐门的各个基地产业进行盯梢 似乎是在收集大量的情报 此外就是唐门的一些敏锐的间谍部门 也察觉到了有很大一部分的间谍 甚至是一些秘密的特种部队都进入了印尼 我怀疑这样一系列的行动 很可能是针对超哥你来的 所以才向你汇报 希望这些天您能警觉一些 同时我会加强对您的一些平时活动方面的戒备 看到谢力郑重其事的表情 王朝只是笑了笑 真对我来的吗 咱们唐门的情报机构很是强大 就算是有人要针对我 也最少要安排几百人的团队武装 把我进行包围封锁 这才有希望 不过这样大规模的武装调动 肯定瞒不过咱们唐门的情报组织 至于那些安排狙击杀手之类的事情 你倒不用担心 就算是世界第一暗杀组织GOD的首领 对我也没得奈何 更何况是别人 倒是你们要小心一点 你们是南洋唐门的领导层 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事情 若是真被暗杀了 咱们唐门肯定会陷入管理上的混乱 所以我才派吕老陆他们作为你们的保镖 我想这也应该没有问题了 静观其变吧 唐门的情报机构非常庞大 上至高层 富翁 下至平民 黑道 拥有庞大的消息来源渠道 每天都有大量的情报人员搜集海量的情报 然后再进行分析 猜测 鉴别其中的真伪 选出有用的东西来 所以整个南洋的消息几乎没有什么能瞒得过唐门的 这也是王超 虽说仇敌遍布天下 想杀他的人也数不胜数 甚至连几个大国家的军队都对他恨之入骨 但却始终奈何不了他的原因 有庞大的情报机构 有自己的军队武装和旁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数不尽的财富 这种情况就算是一个一点武功都不会的普通人 外人想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何况王超本身就是一位体力超过普通人百倍以上的全法大宗师 那是专玩斩首的行景 现在王超对于暗杀自己的特种部队 狙击手杀手是完全都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也认识的很清楚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住在乡下 当时好像是出了个杀人犯逃到山里 结果动用了上千武警 还发动了很多群众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搜山 才最终抓不到 如果现在动用军队来抓我 真不知道得需要多少士兵 这还真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不过在南洋我是看不到了 在国内估计也看不到了 王超想着这个问题 觉得又很难猜测 摇了摇头便不再去想 南洋是他的地盘 有军队 有武装 是没有人敢围剿他的 就算政府军也不行 哦对了谢力 吕老陆他们的军事知识和反暗杀技巧能力 变得怎么样了 吕老陆等六位拳法大师 因比武输给了王超后 便成了王超的管家 不过作为武术大师的他们 当管家却并不是太合适 于是王超让他们向唐门的军队 学习一些军事化的反暗杀技巧 是为了方便自保还有保护他人 南洋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安全 美国虽说暴力犯罪也很严重 但相对于南洋来说 简直就是儿童乐园 以前在南洋混的权势之中 也有武功非常厉害的 但依旧被黑枪打死了 被暗杀的人也有很多 所以现在南洋的武士们 几乎都研究过反暗杀的技巧 吕老陆他们 权法虽说很高 敏感也足够 但是面对多性质的暗杀 狙击等一些鬼秘的手段 还是略显青涩 所以让他们了解学习 是必要的手段 听到王朝的提问 谢力笑笑答道 他们本来就不是善类 稍微了解一下 就足够应付很多局面了 现在保护我们很到位 就前些天 黄雨青在大马遭遇了一个帮会请的高手暗杀 可瞬间就被屠熊干掉了 第323集完 第324集 书接前文 但谢力汇报完这些情况之后 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已经朦胧的有些黑了 显然是夜幕已经降临 超哥 您要回海边的别墅吧 我去安排车辆先行 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障碍和情况 这些天还是小心点好 汪超一听 皱了皱眉头 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汪超现在 是在雅加达市里面的明伦堂华语学校之中 而他所住的则是城市郊外的海边 一大块椰林庄园 从城里到郊外 再到海边 是有几十公里的路程的 与大多数富豪一样 王超是把住的地方设在了清静的乡下 而总部公司在城里 两地奔走 霍灵儿这个徒弟也住在城里面 而唐紫辰则是住在别墅之中 王超要交徒弟 又要陪老婆 只得两地奔走 王超所居住的海边椰林庄园 面积很大 四周戒备警卫 暗哨戒备森严 海上还有唐门的武装快艇 日夜巡逻 是没有人能潜伏进来的 而明伦堂华语学校之中 更是一个为了防止大屠杀暴乱 而建起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更是安全 并且四周都是唐门的堂口 眼泻密布 更是不可能出什么事情 那唯一有问题的就是 王超每天从自己别墅中原 到城里那条几十公里的路上 如果真的有人要刺杀王超 在这条路上设下埋伏 是最好的选择 谢力现在的意思就是 以后每天在王超早晚出去的时候 先派人一路清理 然后再派人开车过去 装作是王超的车 虚虚实实 让人难以捉摸 这完全是仿照 国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方案 不过王超却是反对谢力的这个提议 这样做麻烦不说 而且先派人沿路检查 闹出的动静也太大了 毕竟咱们唐门还不是印尼的政府 有些事情如果做得太过了 恐怕也难以维持一个微妙平衡的局面 再说你这样做也太束缚我了 现在还有什么人能杀得了我吗 的确 每天出行 先派人清场 开路 再用替身车辆迷惑 那也太折腾了 清楚了王超的态度 谢力也就明白了 王超反对的事情 基本上是办不成的 嗯 那好吧 超哥 我会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报的 有什么事情都会及时向你汇报 嗯 好的 你也注意安全就是了 王超站起身来 走了出去 钻到自己的车里 一路便开出了明轮堂华语学校 谢力看着王超渐行渐远的车子 自言自语的说道 这些天的一些情报 的确是令人反常 不过 要是针对超哥的话 似乎也好像是非出动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不可 想暗杀超哥 上次国内的武运龙刘穆白和伊买提 那三个单进高手在新加坡时都没成功 反而被超哥打死了一个 暗杀对于超哥来说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看来我还得密切注视一下各方面军队调动的情况 之前我们说过 印尼的交通道路只有城区还算是好 出了城区就不行了 这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并没有发展起来的缘故 就算是首都外面的路都有些不平坦 不过对于这些 王超并不在意 就算是在国内 整个北京也有建设的不是很好的地方 更何况是印尼这样的小国家 路况虽然不好 但王超的车却一点也不颠簸 因为他的车很高级 是特别定做的 不但防震 而且还防弹 王超每次出行 排场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前面是一辆开路的车 后面是一辆断后的车 中间才是他的车 既不张扬 也不寒算 他的车辆 每次出发之前 也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检查 为的是防止敌人安装定时炸弹 这样严密的戒备 以及一些细节上的检查到位 倒是减少了王超受到袭击的危险 虽说王超并不需要这些 但有人时时刻刻注意着 总是可以减少他部分心神消耗 无需每天都时时刻刻注意集中精神防备威胁 此时的天已完全黑了下来 两旁的路灯很是微弱 印尼属于是热带地区 出了城市之后 公路两旁便都是高大的桥木 桥木下面是矮小密集的灌木 到处都是椰林 橡胶园 香蕉园 咖啡 可可 等一些种植园 倒是很适合人打埋伏 这也是谢力提醒王超 每次行路前都要派人去清场的主要原因 三辆车一路急行 车灯照射出雪亮的光滑 王超静静地坐在车中 闭着眼睛 似乎是在修养精神 不过他的耳朵已完全放开 一路上两三米开外草丛里 虫儿那此起彼伏的鸣叫之声 都能听得很清楚 在他的感觉之中 夜风 树叶婆娑 虫鸣 这一切的声音 构建成了一个和谐自然的南洋郊外夜的韵味 王超现在的精神状态 已经可以随时随地与周围的环境完美的融合 如果真的有人想潜伏暗杀他 哪怕没有一点生息 但依旧会破坏环境的一种自然状态 从而被他感觉到 车辆风驰电车的行驶在路上 当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路过一片漆黑延绵的香蕉园 王超在刹那之间 便感觉到了两旁的香蕉园之中 发出了对自己强烈的敌意 哦 谢力的情报还真准呢 还真有不怕死的 王超感觉到这股敌意 双眼圆睁突然一抬手轻贺了一声 停 开车的司机是王超龙蛇部队之中的成员 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技术非常的娴熟 反应也十分敏捷 一下便停了下来 同时前面和后面的车也立刻感觉到了信号 竟同时杀住了车 从外面看上去 这三辆车简直就是表演一样 在风驰电车之中突然一下便停了下来 整齐的几乎融为一体 简直就是那种专业的车队表演 就在车子停下来的一刹那 只听轰的一声 道路两旁漆黑的香蕉园之中 突然爆发出了轰隆轰隆的两声巨大声响 随后火蛇喷吐 两颗火箭弹飞快的吸到了王超所坐的中间这辆车上 但是就在这轰隆之声刚刚响起 几乎还没有传出去的时候 王超就已经一下把车门拍开 整个人便闪了出去 这条路面宽有十多米 从王超感觉到敌意 叫停之后 几乎在0.1秒的时间之内就下了车 下车之后 他也没有停留 脚步向低面一踩 呲嘎一声 整个鞋子就破了 搂出一双赤足脚趾深深的抠在地上 向前一抓 一个缩步 人就窜进了路旁的香蕉园之中 待他这一系列做完 两颗火箭弹 刚刚好炸在他所坐的汽车上 强大的爆炸力 立刻就把这辆车炸得是支离破碎 同时车子的油箱也被引爆 熊熊的烈焰便生腾起来 他的车子虽说能够防止狙击子弹 但却抵挡不住大威力的火箭穿甲弹 与此同时 车里边那个龙蛇部队的战士也在千军一发之际 从车里面滚了出来 匍匐在路面之上 躲过了这粉身碎骨的爆炸 但饶是这样 他也被巨大的震爆以及弹片火焰伤到了身体 显正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显然是被爆炸的鱼波炸的昏死过去了 而其余的两辆车也同时遭到了攻击 密集的子弹喷吐着火蛇 在朦胧的夜景之中 交织成了一副杀戮的画面 巨大海量的子弹冲击 终于击穿了另外两辆车子的防御 防弹玻璃是全部碎裂 里面的两个唐门战士 还没有来得及开门滚出去 就被打得千疮百孔 王超身边开车的司机 都是唐门最为精锐的战士 是被选入了龙蛇部队深造的人 个个体力强悍 反应灵敏 身经百战 但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一就是死于非命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偷袭是多么的迅猛 这种偷袭速度 这种密集的火力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特种部队 能做得到的 可以说 这一下偷袭 火箭弹和密集的子弹轰去 你甭说是龙蛇部队的精英战士了 就算是轮回小队的成员 画进高手 也得立刻死翘翘 是没有半点躲闪余地的 就在爆炸的瞬间 香蕉园内 离公路只有一百米距离处的一个身穿迷彩服 全副武装 半跪在地面上 手持火箭筒的黑人 看到了公路上的烈焰生腾 且没有任何人逃出来 顿时兴奋的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叫 唉 打工告成了 暴死已被打死 立刻采集尸体样本 这个黑人便是终结者部队的成员 是能力超强的战士 是在所有美国士兵之中选择出来的最强的十二者之一 他们虽说以冷静著称 但是在成功之后依旧忍不住发出低沉的吼叫 因为这些天来 他们为了准备这个打boss的计划 压抑得太厉害了 在美国军方的渲染之中 王超有幽灵一般的速度 如魔王一般强大 此次他们来暗杀王超 都是抱着必死的觉醒 在这条路上埋伏王超 他们也不知道准备了多少计划 又经过多少手段 才忙过了唐门的耳目 才终于等到了王超的车 可以说 这场准备充分到了极点 同时也把美国最为强大的终结者部队的心理承受能力折磨到了极端 这支强大的部队打过伊拉克战争 突袭过恐怖组织的巢穴 但还从来没有一次任务 有这次的压力大 有这次计划周响 现在突然成功了 终于干掉了王超 心中一松懈 便忍不住释放起心中的兴奋 可是就在他低吼的一声过后 眼前的红外线夜视仪突然一闪 便看到了一个清晰的人的身体 这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 赤着双脚 脚上竟没有一点泥土和灰尘 白的晶莹 正悠悠的看着他这个终结者部队中的强者 啊 饶是这个强大的黑人战士心神坚韧 也被这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 猛的便站起身来 可刚刚一动竟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他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竟落到了这个白衣赤脚的少年手里 这个黑人战士身材十分高大 可现在被这个少年一般的人抓住了后背的肌肉 竟横提在手里 丝毫没有半点重量的感觉 对方就好像是抓着一只小出尖的老鹰 当然 这个白衣赤脚的少年正是王超 王超刚刚闪下汽车 踏进香蕉园 就已锁定了这个发射火箭弹的黑人的位置和气息 刷的一下便踏得过来 伸手便抓住了对方的背部肌肉 紧横提起来 王超一提起这个黑人 一抓肌肉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悍了 原来是个美国老 身体素质很好 还真够肖长的 居然敢拿火箭筒轰我 若是换了别人 这下还真就死了 就在王超一下把这个黑鬼士兵横提起来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个低沉沙哑 却有点女性化的声音 邦德 王超横眼扫过去 就发现了50米外的香蕉树下 同样潜伏着一个女人 也是士兵 正站起来 手一晃 手中的自动步枪便来了个点射 子弹便射向自己的头部 王超在对方勾动扳机之前 身体已经微微攻下 手把提着的这个黑人士兵狠狠像地面一样 这个黑人士兵竟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整个头颅便被深深的按到地里面 发出了沉闷的扑驰声 王超借着这一案之力 躲过了子弹的点射 身体如离弦之间 刷刷刷刷 眨眼之间便冲到了这个女兵面前 这个女兵眼睛一闭 居然抬起手来 身体向后猛退 进行防御 显示出了她非常良好的素质 虽说她看不见王超的动作 但是她的本能居然驱使她进行了最为有效的防御 可见其素质之高 不过 她那微不足道的力量 在王超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只见王超 手指一探 一戳就听砰的一声 那个女兵头颅上便多了一个血洞 整个人直挺挺的倒飞出去摔在地上 腿一蹬就断了气了 这个女士兵乃是这十二终结者小队之中唯一的一个女兵 也是完成过多次任务杀人如麻的狠角色 可现在却被王超一直点穿了脑袋 死了个干干净净 王超一下杀了两人 并未停留 而是转身又一记踏步 来到了西面的一株香蕉树下 那里也潜伏着一个士兵 这个士兵手持枪支 听到动静之后便猛的跳了起来 但是王超已经瞬间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劈脸就是一拳 他竟然来不及低档 砰的一下 被正中脸部 打得是血肉模糊 脑袋发出闷响 里面的脑浆竟发出了水壶震动般的声音 可他的身体还没有倒下 王超便已离开了 此时的王超身心飘忽不定 又是在漆黑的香蕉园中 为他的行动提供了良好的掩护 再加上他细微的敏感 看都不用看 就能知道这些人在什么地方 这些士兵虽说很强大 但是在他的面前 依旧是不堪一击 在踏入香蕉园的一刻 王超就好像是冲入了一群绵羊之中的猛虎 对手是完全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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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脚步击走 连踏了一百多米 转站五处 七秒钟之内 五具强大的士兵尸体轰然倒下 个个都是一拳毙命 全身骨骼粉碎 内脏破裂 那十二人的终结者小队 瞬间便死了八个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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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细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一丝不漏了 传到了王超的耳朵里 哦 集体逃窜了 而且其中一个武功不弱呀 听声音轻盈无比 逼得上当年的段国超了 没想到 美国自从沃顿和摩根死后 还有这样的高手 不过 今天也是逃不掉了 在王超闪电般的杀死八个士兵之后 其余的人也已经警觉 便集中在了一起进行逃窜 香蕉园的深处 麦克拉文与四个士兵正在一起 猫着步子飞快的向前走着 一眼看去 这些人真的比野猫子还要敏捷 将军 暴死并没有被消灭 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人已经死了八个了 麦克拉文猫着步子飞快的前进 声音显得很焦急 这次行动已经宣告失败了 快撤 可是将军 我们用火箭弹击中车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呀 快跑快跑 暴死追上来了 就在此时 行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士兵 突然剧烈的大叫起来 声音凄惨的 好像是被恶魔拖进了地狱深渊之中 啊 麦克拉文和余下的士兵 听到这声凄厉的惨叫 一回头 就看到了最后面的那个士兵 被一只长长锋利的指甲大手抓住了脑袋 脑袋上的头皮已被抓破 心血流了满面 看上去无限的恐怖 饶是这群终结者士兵战斗经验丰富 神经坚硬的如钢铁一般 但面对这样的情景 已就是觉得全身发了 砰的一声 抓住这个士兵的脑袋 大手一挥 这个士兵就如同稻草人一般便飞了出去 落在了漆黑的香蕉林深处 完全没了声息 显然是已经死了 这个士兵一被丢出去 便出现了那利爪大手的主人 汪超 汪超刚刚追击这群人 三两步就赶上了 随手探出一抓 便抓住了落在最后面的一个 捏住脑袋一丢一抖 便拧断了他的颈椎 汪超看着仅存的迈克拉文 还有他旁边的三个士兵 突然盯着迈克拉文问道 沃顿摩根已经死了 居然还有人来送死 你们是美国的终结者 不对吧 你叫什么名字 可就在他问话的时候 那三个终结者士兵突然一下便扑了过来 这三个人在扑的时候 手上同时多了一把半尺长锋利的军任匕首 这三个人配合的十分巧妙 匕首一晃 一个割喉 一个扎心 一个绕步来到了王朝左侧 扎他的肾 这三个强大的终结者士兵配合起来的杀人技巧 就算是一个画镜高手 也要退避三舍 如果不防备的话 被一下干掉 也并不稀奇 他们的铺鸡 很有八级圈中的猛虎下山的味道 很显然是受过中国武术的锻炼 面对这三个终结者士兵的攻击 王朝看也不看 脚步也不动 直接就把手臂捏成锤 横扫过去 以长拳之中最为简单的套路 横扫千军进行还击 只听得砰砰砰 那三个士兵竟被他一手全部扫动 竟同时打得飞了起来 嘴里哇哇的喷出大量的鲜血 跌落到了地面 脖子一歪 一点气都没了 王朝的这计横扫千军 虽说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扫 以手臂为棍 且并没有出全力 但依旧可以把一根一人来粗的水泥柱子扫断 在这样强大的撞击力下 人当然是受不了的 这三人一死整个最为强大的终结者部队 十二士兵便团灭 一下垂死三人之后 王朝又一次望向迈克拉文 你的武功不错 为什么刚才不上来攻击我 面对王朝的质问 迈克拉文等等的后退两步 可突然之间脸上竟显露出诡异的笑容 王朝你以为杀死了我们终结者部队的十二人最强小队之后 就把我们全部都灭掉了吗 嗯 王朝耳朵一动 突然之间只听崩的一声 一道异常强烈的气劲爆裂之声 在一棵香蕉树后面响起 声音惊风爆裂 连珠炮似的炸动 这分明是外缸震爆的劲力 刷的一下一条人影跟着声音闪了出来 脚向地面一拐 似大鸟似乌龟如黄河落河水的冲击 寻风一束 刚进猛烈 从上至下 吾的一下 便奔着王朝的头顶盖压下来 哦 雨步 我的翻天印 王朝眼光一闪 便看出了这个凶猛的如同巴历明一般的人冲过来的姿势 这个人脚踏的正是雨步 而手上用的居然是自己的翻天印 与此同时 在王朝的西面 地下的一片泥土也突然炸开 一条全身黑衣 手持日本武士刀 眼光之中闪烁着妖异血光的老头 也刷的一下 一刀刺来 这一刀 微视于不见不闻之中突然爆发 此刻 秋缠的刀 王坑的刀 在这一刀面前都宛如小孩子一般可笑 一拳一刀同时攻向了王朝 而更为凌厉的是 另外三个方向的香蕉林后面 同样又爆发出了三道刚烈的冲刺之声 那五大日本仅存的硕果 绝顶全法 人数大师 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 同时发动了对王朝的偷袭 第三百二十四集 完